第一条,本规则依法院组织法第84条第五项,行政法院组织法第45条,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第30条第二项,少年及家事法院组织法第37条第二项规定定制。 第二条,各级法院法庭席位依诉讼程序之不同,分为下列六种。 一,民事法庭席位,如妇图一。 二,刑事法庭席位,如妇图二。 三,少年法庭席位。 分为少年刑事法庭席位,如妇图三,及少年保护法庭席位,如妇图四。 四,行政法庭席位,如妇图五。 五,家事法庭席位。 分为一般家事法庭席位,如妇图六,及沟通是家事法庭席位,如妇图七。 其他专业法庭,简易法庭,临时法庭之法庭席位布置,准用前项之规定。 第三条,前条第一项之法庭,除少年保护法庭,沟通是家事法庭外,以篮杆区分为审判活动区,旁厅区,并于篮杆中间或两端设活动门。 第四条,审判活动驱除法官席地板离地面25公分至50公分外,其余席位均置于地面,无高度。 但如法庭相对高度无法配合时,得势实际情况,着减法官席地板离地面高度。 法官席正前右,左两侧下方,分至书记关席及通议,录音,卷证传递席,均面向旁厅区。 法院审理智慧财产案件,得势需要致技术审查关系,涉于通议,录音,卷证传递席,左则,协放面向应讯台。 高等行政法院审理行政诉论事件,得势需要致司法事务关系,涉于通议,录音,卷证传递席,协放面向应讯台。 民事法庭、刑事法庭、行政法庭及家事法庭,与法官席左侧,至条办事法关系。 移民事、刑事、行政诉讼、少年刑事诉讼、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或家事事件处理等规定, 除分至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席,检查关系,辩护人席,被告及辅佐人席,自诉人及代理人席,参加人席,少年被告及法定代理人席,辅佐人席,少年调查关系与被害人,告诉人及代理人席,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席,家事调查关系及程序监理人席外,令设应讯台。 各法院得是法庭空间大小及审判需要,着增席位。 依法得于审判程序中陪同当事人、关系人或被害人者,其席位已设于被陪同人旁为原则。 第五条,庭务员及法警开庭时受审判长或书记官之指挥,执行法庭勤务,不令设习。 法警于开庭时站立法庭审判活动区之事当位置,维护法庭秩序及人员安全。 第六条,庞厅区至学习法官、检察官、习、学习律师、记者习,并得是法庭空间大小增减庞厅席座椅。 庞厅区出入口之门上,得是需要设计探视窗。 第七条,少年保护法庭之席位,应用椭圆形或长方形会议桌布置,以亲和、教化与府导致方法,取代言诉之审判气氛。 第八条,法官、检察官及书记官由法庭后侧门进出法庭,刑事在押被告之通路应与其他诉讼关系人分开,其设计由各法院依实际情形着定之。 第九条,法庭天花板及四周墙壁仪漆乳白色,以显宣厂庄严之气氛。 桌椅褐色或圆木色。 直称名牌、木质、置于桌面。 其他席位,以塑胶类板片标示,粘遮于座椅等适当位置。 法官席桌面设置法锤,供法官使用。 其使用要点,由司法院定之。 第十条,录音、录影及其他电子器材,应加固定,其副属线录音辐射地下,力求整洁。 第十一条,为调整法庭席位布置,司法院于修正本规则前,得先行指定法院事办,已尽行时正评估。 前项事办期间,不得于一年。 第十二条,本规则除令定施行日期者外,自发布日施行。 本规则修正条文施行日期,由司法院定之。